第三个问题的老法师讲经常说 修复者应有健康的体质 端严的相貌光彩才是好榜样 请问除了修行功夫以外 饮食条理是否也应该注意 修行是主 饮食条理是附带的 当然有懂得这个条理饮食会有帮助 如果不懂得条理饮食 也没有太大的妨碍 为什么呢 心转境界 这个太重要 你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那个僧团人很多 一千多人 每一天出去脱波 那个生活怎么条理 他用什么条理 令人经常说讲 若能转五五则同如来 就是心不能被境界转 让境界被我心转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再不好的饮食 我用亲近的心 纯善的心 把这个事物就变成最好的 这个道理 就是江本生波斯的 所以我很赞叹他了 他自己并不懂 给我们做了证明 他的身体不是我 他今年才六十多岁 不到七十岁 我到东京 他请我吃饭 坐在一起 他就问我 他说法师 你是用什么方法养身的 你身体怎么好 我就告诉他 我用的方法 就是你试验出来的方法 试验出来什么方法 爱心吗 感恩吗 我说我做到了 你试验出来 你没做到吧 爱佛家的慈悲 感恩 我在十年前离开台湾 我写了一个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永远是个感恩的世界 对一切人事物 永远用慈悲心 什么境界都转过来 这么多年当中 遭到的灾难很多 有毁谤的 有侮辱的 我们统统接受 就想到 释迦牟尼佛 都有人批评他吗 都有人骂他吗 还有人毁谤他吗 我们算什么呢 决定不放在心上 不但不放在心上 我还感谢他 就会问 你为什么还感谢他呢 他是我的老师 考考我的定工 我通过了几个了 那我怎么不感谢他呢 他要不用这个方法来考我 我怎么知道我有进步啊 我怎么知道我学的东西会得力了 这个就是心转境界 可不要被境界所转 被境界所转 你就生怨恨心 生这个烦恼 生怨恨 生报复 那个麻烦就到了 那也来的灾祸就是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错了 那也大错了 其实我们要学的是 学佛菩萨一样 转境界 不被境界所转 所以你看我这个 多少年前 续佛经上两句话 在佛经上有两句话是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我在后头续了两句 人人是好人 素素是好事 你毁谤我 害我 无辱 我偷偷都是好事 没有一样的好事 那个人都是好人 你说我多开心 我多舒畅 所以这个要学佛了 学佛好处在此地 什么样的冤界都化解了 这个冤队是两面对立的 它才成为冤队 化解 只要化解自己这一边 不要化解那一边 那一边 那是你做不到的 我自己这边化解了 没有了 它那个力量就打不到了 那打要靠对立 我真的没有 它就打空了 真的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这就没有了 所以化解冲突 要用这个方法 你看我参加 七次世界和平会议 我都教大家用这个方法 我们化解冲突 要从自己内心 把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五 对立的这个念头 化解掉 使自己身心调火 你才能帮助别人 如果你内心还喜欢这个讨厌那个 你没有办法化解冲突 因为你本身就冲突 有很多人听说我这个话 也顶得化 也能够肯定 所以一定从内心去化解 那么这个隐私条理 如果是有这种原因 当然也是好的 特别是团体里面 在中国不使用脱国的制度 这个四月安堂 自己都开火 都开火 那我们就要注意 隐私的条例 逼近呢 能转境界的少啊 被境界转的人多啊 那这么多人被境界转 你把饮食条理好了 让他在这里吃一餐 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成功了 你这个道场不就成功了吗 人家到这里来餐学吃一餐 哎呀 那叫好吃啊 佛家讲嘛 先以利欲勾 后应如福治嘛 用这个方法不得借饮过来嘛 然后再把佛法传授给他 这是借饮众生的一个好办法